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做一个内套 然后拉紧 揪揪蓬松 小辫子的两边 再来最后一缕头发绑起来 重复的手法 这边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手法 首先把头发三七分 头发多的这边呢 中间取出来一缕头发 给它分成三股 然后每当进来头发的时候呢 给它加一小柳 进来合成一股 再编正常的三股变 另外一边也是 每当进来头发 加一柳 给它合成一股 再编正常的三股变 一直这样重复的手法 继续编 没学会的 仔细多看几遍 这个加了四柳 就是三加二编法 然后再往下呢 就给它编成三加一 头顶呢 给它一柳一柳的揪蓬松 然后扎一个高马尾 扭成一个丸子头 扎不上的头发 跟这柳头发呢 用卡子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首先把头发搞个中分 然后呢 这样斜三角 取出来一片头发 平均分成两份 分成两份以后呢 谁在上面 谁往下转个圈 它俩之间进行一个护拧 转个圈 这个纹理呢 就会比较好 就不容易散开 谁在上面 谁往下转个圈 这样给它做一个两股拧 竖着取出来一小片头发 给它绑在一起 然后在两股拧的后面 扒开一个小洞洞 做一个小内掏 掏过来以后呢 把头发拉紧 放在耳后跟就可以了 这边呢 是一样的手法 中长发这样扎 超减零 首先 前面取铝头发 这铝头发疏顺之后 用皮筋固定绑好 中间挖一个洞 头发往里面翻过去 耳朵斜上方再取铝头发 皮筋绑好 挖一个洞 头发从下往上翻过去 这边也是一样的 头发从下往上翻过去 翻过来的这两里头发 分别编成三股变 三股变 都会编了吧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编成三股变 两边三股变 编好备用 再把它分别放进这个缝里面去 好啦 这个发型就完成啦 简单好看 夏天穿裙子也超合适 看完了 赶紧也一起安排起来吧 把头发中分 这边取出来一缕头发 皮筋绑好 回手掏 再在下边取两缕头发 用皮筋绑在一起 回手掏过来 一直重复这样的手法 编到耳朵位置 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手法 首先 头发中分 从头顶取一撮头发 皮筋绑好 中间分开 回手掏 拉拉紧 这边同样的手法 回手掏过来 两个一起绑好 然后从我们的耳前往上取一撮 绑好 从中间分开 给它从下往上掏过来 然后分成三股 编一个三股变 一直编到发尾 皮筋固定 这边也是同样的手法 两边编好之后 从这个上面的洞洞里 把它撑开 把这个小便掏过来 然后拉拉紧 这边同样的手法拉过来 拉拉紧 最后整理一下碎法 修饰一下脸型 这样一款好看的披肩发就完成了 特别的简单好学 喜欢的 赶紧收藏学起来吧 1,2,3 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2,35,3 4,3,3 2,3,3 3,4 4,4,3 2,3,3